一名67岁的男子因为没有搭到台东往台北的火车 隔天有工作 执意要独自开车前往台北 而这一名男子他的女儿很担心说 爸爸里有肝病他还自己开车 而且手机又没有呆在身上 一级之下他就报警处理了 玉里警分局启动车牌辨试系统找人 最后是在台九线上玉里正信义加油站找到了 让这个男子的女儿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名67岁老父亲 因为没有搭到台东开往台北的火车 但是隔天有工作 执意要独自开车前往台北 不过证明老父的女儿担心患有肝病的爸爸自行开车 碍于父亲手机又不在身上 一级之下报警处理 身体没有什么状况吗 没有 没有 没有问题 小心开哦 小心开好不好 记得打电话回家报警啊 家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开夜车 那再加上是用户人的行车安全也是我考量的一个部分 那很感谢就是新北市警察局勤务中心 还有关山分局还有玉里分局 他们是带着同理心去理解 去看待说就是报案者家属的心情 那个时候会有一种就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支持你的那种感觉 立即拨打110求助警方来协助 接线的是新北市警察局的勤务中心 了解状况之后立即通报台东分局以及玉里分局 启动了车变系统协巡 而玉里分局的警员不断与彭信女子保持联系 玉里分局启动了车牌变试系统来找人 最后在台九线上的玉里镇信义加油站找到 让彭信女子忐忑不安的心情松了一口气 并让彭男与彭女打电话报平安 事后彭女十分感激警方积极协巡 赞许人间处处有温情 事后彭信女子十分感激警方的积极协巡 就在社群网站发文并且寄信给署长 赞许人间处处有温情 感谢警方不分白天黑夜 依旧照亮每位小市民 记者高双双预赞访报道